大家好,又到了Costco食品开箱时间 圣诞就要到了,很高兴开箱到意大利沙拉米香肠 它是意大利的经典美食,经过发酵、熏烤 量挂在干燥通风的阴凉处风干 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发酵俗成 肉那种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 最好生吃,能大大提高营养的吸收 圣诞期间,一家人围坐在壁炉前 拌着香肠喝点小酒,会是最开心浪漫的时光 此外,蔓越莓胡椒奶酪酱 新鲜柔软的白奶酪 带有蔓越莓的甜味和黑胡椒碎的热量 是美味的抹酱和蘸酱 福寂的红豆纸米粥 倒出来就是软Q可口的甜品 像现煮的一样,省去了花长时间熬煮的烦恼 华人大多喜欢在寒冷的冬天吃上暖暖的甜点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们里面长什么样 味道又如何 意大利沙拉米香肠 售价19.99块 这款香肠起源于意大利的帕马地区 虽然欧洲各国都有各自特色的沙拉米 而意大利制作的沙拉米香肠最为出名 依然成为意大利风情美食的重要印记 它采用不同部位的猪肉 加入盐、大蒜、胡椒、辣椒、咖喱、茴香 以及各种香草调味、腌制 灌入肠衣后的肉肠 经过发酵、熏烤 量寡在干燥通风的阴凉处风干 经过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发酵熟成 在这个过程中 沙拉米会干燥脱水 重量会减少三分之一 同时还会产生多种发酵后的风味 这条香肠和华人香肠的肉质差不多 却长得多 这样固定在一块板子上 标明生产日期是2021年9月3日 差不多16厘米长 3厘米粗 这就是沙拉米香肠 在意大利生产的 这一表明它无可撼动的地位 这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商标 800克重 真是巨无霸了 原来生产日期固定板上两面都有 这才看到需要保持冷藏 看一下成分表 这是以100克香肠为计量单位的 390克的卡路里 脂肪29克 没有反式脂肪 碳水化合物1克 其中糖1克 没有纤维 蛋白质30克 蛋白质30克 胆固醇95毫克 纳1600毫克 甲盐550毫克 钙10毫克 铁2毫克 拆开它 看一下它的真面目 好香啊 虽然从小吃香肠 还真没有见过这么诱人的香肠 它是风干的 在风干发酵的过程中 肉内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 如果生吃的话 会大大提高人体对营养的吸收 切开一半 里面的肉质结实 质地却柔软 装进保鲜袋 好放在冰箱 切薄片 这花纹也太美了吧 竟然可以这么通透 咬了一口 带有温和的海盐和红葡萄酒味 最难忘的是丰富醇厚的咸香 那是经过盐 酵素与岁月的纠缠 纠葛 而生出的风味 它可以配奶酪 沙拉 或者披萨 三明治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圣诞期间 一家人围着在壁炉前 喝点小酒 嬉笑闲聊 是何等的幸福浪漫 这款香肠 是在Richmond店买的 蔓越莓胡椒奶酪酱 原价7块8毛9 减2块 现价5块8毛9 这个品牌的奶酪酱 是朋友推荐的 他推荐的是蒜香味 正好蔓越莓胡椒味的打特价 蒜香味比较符合大众口味 那就试一下这款蔓越莓胡椒味的吧 新鲜柔软的白奶酪 带有蔓越莓的甜味 和黑胡椒碎的热量 与奶酪的温和 形成鲜明对比 生产出甜咸混合的风味 这是卖越莓胡椒味的 加拿大农场的优质牛奶做的 每合150克 看一下成分表 这是以2汤匙30克为计量单位的 120的卡路里 脂肪8克 其中反式脂肪0.4克 胆固醇35毫克 钠120毫克 碳水化合物2克 其中鲜雷1克 糖2克 蛋白质2克 打开是这样的两盒 拿出来挺精致的 揭开里面特细腻 尝了一下 带有蔓越莓的甜味 胡椒味不浓 整体感觉鲜美 可以做蘸酱 也可以做抹酱 试一下做土豆泥 加一点黄油 主角登场了 这是自己做过的最好吃的土豆泥了 撒一点香草 更像那一回事了 没有放盐 有一股淡淡的奶香 其实不是不会做菜 是没有选好材料 福记红豆纸米粥 售价12块9毛9 Costco这段时间真是贴心 不停地推出亚洲食品 这款红豆纸米粥 是台湾福记生产的 只有简单的红豆 纸米 盐 砂糖 砂菌水 五种原料 红豆加纸米 是养生双保 富含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和矿物质 这款甜品 不必花长时间熬煮 打开就能吃 倒出来就是软Q可口的 像现煮的一样 还可以常温保存 这是红豆和纸米的甜品 在台湾生产的 里面有四碗 每碗360克 共1.44公斤 虽然是常温保存 保持期到2022年9月27日 可以不急 慢慢吃的 看一下成分表 这是按一碗360克 为计量单位的 290的卡路里 脂肪1.5克 没有反式脂肪 碳水化合物63克 其中纤维5克 糖31克 蛋白质7克 没有胆固醇 纳65毫克 甲盐300毫克 钙30毫克 铁1.75毫克 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是这样的四碗 看着挺精致的 分量也不小 看一下怎么吃 左右摇晃 让它均匀 将碗 倾斜45度 撕开密封盖 到中线位置 导入另一个碗中 可以打开就吃 也可以微波炉 加热两分钟 就成了暖暖的甜品 爱吃冷品的话 可以放进冰箱 还可以DIY加入牛奶 冰淇淋等 所说的密封盖中线 就是这一条 撕到这里后 就可以倒出来了 这红豆纸米粥 真是浓稠 自己要熬一碗 这样的粥 还真不容易 尝了一下 口感Q弹 真是美味 就是有一点甜 大冬天呢 加热一下吧 微波炉两分钟 就热乎乎的了 香甜绵软 这是大多数人 都喜欢的甜味 我感觉有点甜 加一些牛奶 口感更顺滑 煮了几个纸米汤圆 太绝配了 在这样寒冷的冬天 吃一碗热乎乎的甜品 暖到心窝了 吃完后 有点奇怪的是 舌头有一点麻 照理这样的配方 不会有这种反应 不知吃过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牛奶是早上喝咖啡用过 汤圆也是前两天吃过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好 这期就介绍了这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欢迎新朋友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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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